注意看,男人似乎挖到什么东西 他用手足足刨了七七四十一下 接着使劲轻轻一拿 居然是一块纯铁打造的金壶 于是将它仔细地抛光 放到水池里又搓了三十遍 然后将新鲜的牛奶制装在里面 可当它继续种地时 左脚旁边居然出现纯黄的液体 小白抬起黑脸一看 我乐个娘啊,这牛奶怎么变成黄河了 懵逼的阿伟有点懵逼 自己只是挤了不到一杯的奶 现在怎么一卡车都装不下了 于是阿伟又拿起金盆子 把它倒在纯银的铁壶里 可这不是扯裤子补补丁 堵不完的窟窿 没意会又倒满了足足一桶 阿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随后又找来了一个十米的大缸 这用不到三秒的时间 竟然又装满一大罐 可里面的牛奶给用完了 聪明绝顶的他 又想出一个办法 接着取之不尽的牛奶从里面流出 这一幕只能用一个字形容 太诡异了 看着不起眼的金疙瘩 阿伟想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于是他卖了十年的牛奶 买下了北京一环的房子 但他却被两个毛贼盯上 觉得他家一定有值钱的东西 他们发现 眼前有一个纯铁打造的木箱 接着拿出万能钥匙 打开门却看见一个纯铁的金疙瘩 能放在保险柜的东西 绝对不简单 可毛贼却把睡觉的强哥吵醒 两兄弟单手翻过 不到一米的围墙 阿三哥拼命跑 强哥带着小弟在背后使劲追 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处独木桥 强哥上来就是一棒锤 毛贼直接来了个扑干 可这金疙瘩不小心掉到水里 阿三哥也因此隐恨西北 可这一切并没有结束 金疙瘩顺着长江往上流 却被下流的大漂亮捡到 小女孩捡到一个纯铁打造的金壶 擦了足足七七四十一下 正好缺了个装馒头的罐子 可小女孩发现 馒头居然越来越多 这让他产生了大胆的想法 没想到一张马内 居然变成一万张 小姐姐一下不淡定了 决定要买下北京一环的房子 可他却因为纸币编号一模一样 被女佛波勒当成造假抓起来 每天在监狱里都被欺负 就在这时 绝世容颜的大漂亮出现 他最恨这种轻硬怕软的少傅 面对少傅的挑衅 上来就是一泡锤 把小卡拉放倒在地 接着撸七手上的袖子 裤痴就是一脚 随后抓住他要反击的手 外加三百六十度大摆锤 这把女人彻底整不会了 并告诉小卡拉以后 谁是监狱的扛把子 只要拿到他就能财富自由 而这金疙瘩在附近的马棚里 希望大漂亮可以和他远走高飞 于是小美带着自己的闺蜜 找到这个地方 可这里有一只百年的牛魔王看守 财富自由就在眼前 但这只牛也太凶狠了 于是小美找到暗恋自己的纯种阿三 让他去给自己探路 经不住美色诱惑的阿三哥 深夜里伪装成况式大道 准备要给牛牛上一课 接着按上8GK 小眼睛轻轻一瞄 酷吃一枪 把牛牛顺利拿下 接着阿三哥开着闷闷车 准备给大漂亮一个惊喜 可谁知打开门一看 大漂亮被眼前的荧幕 吓得瞬间哑巴呆住 阿三哥以为大漂亮有特殊示好 就将牛牛和他的仆人都带来 这一下把大漂亮彻底整不混 接着两人偷偷来到狗宫 眼前居然被一群小卡拉站住 可就在这时牛哥拖着大墙原路回来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一只牛牛狂奔而来 接着将马背上的阿三摔到天上 而红牛再次回到马厩里 第二天 泰森来应聘训牛的工作 但这群人将他当成小丑 并赶走 可谁知牛牛在这时又上头了 接着阿三哥帅气地转身 面对正在冲来的牛哥 小手使劲轻轻一挥 牛哥就像着魔一样 直接回到马厩 但阿三哥不仅仅是为了掏牛粪 而是大漂亮告诉他 马厩下有个金疙瘩 只要拿到他就能得到一万马妹 见到自己的房贷 马上就还清 阿三哥更加拼命地刨坑 而此时不远处的一个狗洞 两个大漂亮正在监视着阿三哥 很快小黑就挖到宝贝 但这个居然是个远古化石 女人刚想放弃 大漂亮发现了牛牛喝水的罐子 于是他让阿三哥拿起旁边的金疙瘩 可阿三哥觉得这是破罐头 决定再挖出一些值钱的东西 然而一只竹叶轻爬了进去 就在这时 爆发户发现了有贼 阿三哥直接丢给大漂亮 可没想到地上出现两万只蛇 无奈下两人直接离开 可大漂亮不死心 于是叫来社会王哥 就在这群人正在建宝石 一辆坦克直接破墙而入 这出场气势把丧彪看得一脸懵逼 社会王哥把气场拿捏得死死了 见到地上的金铁罐 小卡拉手一抖 居然把滋水枪丢到金疙瘩里面 接着王哥将它捡起来 大漂亮二话不说 掏出枪 酷吃就是几下 见到枪都拿不稳的大漂亮 丧彪就笑了 因为枪里只有两颗子弹 可没想到的是 大漂亮又从金疙瘩 掏出一把小手枪 接着三人在他们的眼皮底下离开 可丧彪不是好惹的 见到背后跟来的小卡拉 大漂亮又从罐子里掏出玩具 酷吃几下 把他们打蒙圈了 可王哥发现金疙瘩里的枪没了 不出意外的话 意外马上发生 三人的敞篷汽车的轮胎居然沦陷 无奈下大漂亮只能逃跑 见到敌多我寡 大漂亮抄起树上的木头 看到已经追来的小卡拉 酷吃一下就被放倒 可贫穷只会限制他的能力 人活着可以没面子 但绝不能没钱 巴基几下将这群小卡拉解决 接着拿上金疙瘩离开 见到自己被包围 闺女俩直接跳到水里 而洪水般的猛兽 一下把金疙瘩冲走 等两个人爬上岸时 发现自己的努力全白费 没有了金疙瘩 自己又会有还不完的房贷 可没想到的是 大漂亮用脚顺利将聚宝盆留下 俗话说只要脚够长梦想 就有多长 从此两人的财富远超马哥 海仓电影 带你走进电影人生